对对陌生的男女躲在温暖的桑拿房里 男人看着眼前熟睡的女人 忍不住伸手触碰 不料 女人突然醒了过来 看到男人二话不说主动吻了上去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 可在这一刻 那些东西都被他们遗忘了 这是发生在一年四季 都在积雪的芬兰的事情 女人名叫小美 是个韩国人 因为儿子患有心理疾病 丈夫又根本不在乎 小美不得不把她送到这里治疗 母子俩走在回家的路上 身旁的车辆呼啸而不 小美为了儿子的安全 推散着儿子往边上走 不料儿子一巴掌呼了过来 她低沉地转头调整情绪 然后耐心地向儿子解释 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她 儿子却宁难道 都是妈妈的错 第二天 小美送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露营 担心儿子无法适应新的环境 不断地给儿子做心理建设 看着儿子离开 再想想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 小美忍不住想抽根烟 却发现没带打火机 她像同样是韩国人的小帅剑火 两人也随即聊了起来 小美不放心孩子们的露营活动 想去营地附近看看 小帅主动开车带她过去 他们去了营地的湖对面 看到活动竟然有续小美才放心 之后小帅提议在雪地中走走 小美没有拒绝 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在雪地 当走进森林时 小美不小心绊倒了 小帅急忙去扶小美 还贴心地拍打小美身上的雪 小美有点感动 但此时雪却越来越大 把他们困在森林里 两人走了很久 只找到一个破旧的桑拿房 小帅点燃了火堆 桑拿房很快暖和起来 随着温度的升高 气氛也逐渐变得暧昧 小帅终于忍不住 伸手触摸睡着的小美 小美惊醒后 直接吻向小帅 两个偶然相遇的中年男女 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家庭 就这样发生了关系 次日分别时 小帅问小美的名字和联系方式 小美没有回答 对她而言小帅只是生活中的过客 不应该有任何牵连 但是小帅不想这么分开 她还记得昨天聊天的时候 小美无意中提到了工作室的名字 回国后便多方打听 最后在小美惊讶的目光中 出现在她面前 他们坐在咖啡馆里 刚和丈夫发生冲突的小美心烦意乱 她拿起咖啡正要喝 但是小帅赶紧阻止了 因为她记得小美患有胃病 现在不适合喝咖啡 听到之后 小美心里一暖 连丈夫都不关心的事情 这个只见过两次面的男人 却记在心里 小美心中的天平已慢慢倾斜 她把小帅带回家 但他们的激情 却被儿子的呼喊打断了 小帅也只能幸幸离开 之后的日子 小帅开始不断地给小美发信息 这些话表达了她的爱和思念 患有抑郁症的妻子发现异常 直接服药自尽 幸运的是 救援及时 保住了性命 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结婚以来 妻子一直疑神疑鬼 女儿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婆婆收到消息后赶到医院 为了不让小帅难做 她决定把女儿和孙女带回家乡 因此 小帅能够更猛烈地追求小美 但是小美很挣扎 她不想背叛家庭 于是她给小帅发短信 说以后不要见面 这时 小帅因为妻女的病情而苦恼 心情烦躁的时候 不自觉地想起小美 直接开车停在小美工作室门外 在车里待了一晚 第二天小美看见疲惫的小帅 告诉她自己要出差 小帅坚持要把她送到车站 两人在火车站分别 小美上车之后 脑海里充满了小帅的身影 感情像潮水一样扑来 不是一条短信可以阻止 她忍不住打电话给小帅 可转头一看 小帅就静坐在身边 小美有些不知所措 可小帅调侃几句后 便去了卫生间 回来时小帅已经睡着了 她找来毯子 给小帅盖上 然后坐在旁边的座位上 小帅睁开眼睛说她没睡着 还跟着一栋座位 她尽力表达她的爱 两人隔着过道对视 都忍不住笑了 晚上商务晚宴结束后 小美迫不及待地跑到小帅的酒店 这一次 她完全放下了心中的禁锢 开始了地下恋情 小帅陪小美出差结束后 回到家中 发现妻子和女儿也回来了 这时小帅发现妻子 好像变了一个人 不仅为自己曾经的 多疑向小帅道歉 还表达了对小帅难处的理解 女儿也跑过来拥抱小帅 似乎在提醒她 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这让小帅有点动摇 但她还是放不下小美 这天小帅去小美的公司找她 小美就要过去的时候 看到丈夫和儿子来接她 小美不得不和丈夫离开 小帅看着他们离开 这时她才明白 自己和小美的爱情 总是见不得光的 小美回家后 急着去预约的酒店见小帅 丈夫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异常 直接问小美是不是有男人了 小美犹豫了一会儿后承认了 她还说她不能没有小帅 然后跑到酒店 坐在小帅经常坐的位置上等待 心中决定只要小帅过来 她愿意放弃一切和她在一起 小帅真的来了 但她站在房间门口 挣扎了很长时间 最后选择了离开 当爱情和家庭同时出现在选择题中时 小美和小帅走向不同的道路 一年后小美又来到了芬兰 命运弄人她又见到了小帅 但这次不仅仅只有她 而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小美隔着窗户看了很久 心中似乎被利刃刺伤了 她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上车离开 但这时小帅看见了她 她赶紧跑了出去 看着远去的车辆 小帅正要追上去 回头一看 看到她的女儿正看着她 小帅定在原地 车上的小美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电话中儿子对母亲哭诉 我想你了 小美忍不住哭了 下车抽烟 吐出烟的那一刻 她似乎完全放下了小帅 这时小帅从路上开车经过 但是不敢回头看 只能带着家人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至于她对小美的爱 只能留在这茫茫雪地里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